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早盘分享时间 我们今天的操作基本上可以说是 只要他位置给到了都是赚钱的行情 所以说今天早上我讲到的机会都是重点机会 朋友们这个要去认真去听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英镑 英镑的话从大级别上来讲日线级别 昨天又收了一个什么阳k对不对阳线 40小时还是很强势 朋友们这一笔涨势还是很强势的一个上涨 所以说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的话仍然是干嘛 是找他的一个多点去顺势多 那这个多点的话怎么涨呢 这个就比较关键了 这边是一笔上涨对不对 这边的话进行了一个调整然后又加速 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什么 调整再加速那这一笔再下来的时候那肯定是干嘛 肯定还是去做多 那这个多的话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什么 通道了 就是我们这个通道可以参考一下了 好 好了这个通道这个位置对不对 那现在结构的话呢正在走什么 走减速 走减速的一个状态 一笔对不对 第二笔减速很清楚 这个位置下来了 那我们的话呢可以去干嘛 就可以去做多 朋友们 这个多的话呢可以先看到什么 先看到前高的一个利润 问题不大 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朋友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都是我们的一个进场位 这个区间 都是我们那个多的进场位 这个位置下来了 这个位置下来了 是我们今天必多的一个机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英镑 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美瑞 因为今天的机会 全部是在直盘上面的 美瑞 美瑞的话呢 从小级别 到大级别 还是一个什么 空头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那现在 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进行了一个什么 局部的一个震荡 所以今天我们的一个操作 仍然是什么 是高空的 朋友们 高空的一个思路 高空的一个操作 也是什么 选择去区间进场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都可以去进场 所以说像这种 结构 都很简单 很明白 你位置给到了 你就是闭着眼睛 去操作 都是赚钱的行情 所以说这些位置到了 也会带大家 也会带大家 去进场的 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 重点的 重点的一些机会 那除了我们的美瑞 还有我们的美日 那美日的话 跟美瑞的思路 是 是一样的 一样的 都是一个什么 顺势的 对不对 整体还是一个下跌的 这样的一个 趋势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先看什么 先看它一个局部的震荡 为价格爬上来了 在这样的一个区间 朋友们 都可以去干嘛 都可以去进场 都可以去进场 去做空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级别 它的容错率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仓位去分闭去操作 也可以参考一下 一小时中轨的 一小时的这个 上轨 上轨碰撞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所以说这个就是 拼手速的 这样的一些操作了 到时候 位置到了这样的一个附近 都可以去操作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黄金 那黄金的话呢 现在也是一个 从小级别上来讲 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一个机会啊 那个小时级别 那小时级别的话呢 这么 强势的一个上涨 终于出现了一个什么 一个逆动能对不对 那逆动能出现之后呢 都知道 后面怎么操作了 对不对 肯定先看什么 先看这个区间的一个什么震荡了 所以说对于黄金啊 我们今天的一个操作 肯定是什么 等它上来了 我们选择怎么样 去高空 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啊 黄金这里的话呢 我有一个 就是 这个风险 风险提示 给到大家 因为啊 可能有些朋友 可能会去参与他的内汇党 76.4 可能会想着 内汇党跟正汇党 去做一个 策略组合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你要考虑到一点 黄金它的这个点数是比较大的 你76.4到正汇党 它还是 这个距离 还是蛮远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容错率 都有将近150点的 这样的一个容错率 所以这个点你要考虑清楚 所以说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什么 是 这个位置 前高正汇党 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 位置给到这个位置 我们干嘛 再去进场 容错率有很低 止损止盈都很明白 对不对 你去做他这一笔 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这个要 自己去把握一下 朋友们 好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早盘的 全部内容了 对我们阿萨社区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 公众号 或者是跟我们的这个 小外助理 取得联系 来到我们这个 学习班一起学习 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 我也祝大家交易愉快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